中華隊打破歷屆奧運奪牌紀錄 選手帶著榮耀陸續返台 住進防疫旅館 行政院長準備的溫暖禮包 竟是這副模樣 泡麵六碗 一盒糕點禮盒 環保餐具 藍牙小音響 還有一條必勝加油巾 網友看了也吐血 不懂給泡麵是什麼東西 選手為國爭光 回台只送六碗泡麵 還爽歪歪大內宣 真是厲害了我的政府 看起來像是廠商贈送的一些贈品 你把它全部包裹在一起 一起丟給人家 必勝加油巾 後面還寫上贊助廠商的名字 請問一下 你這根本是資助行銷 是把選手當叫花子 來對待來打發嗎 這些東西加一加 也不會超過五千塊吧 對比各縣市贈送的防疫關懷包 桃園市備有零食飲料 燕麥藥膳料理口罩通通有 有人說隔魁的禮包 怎麼比各縣市的防疫關懷包 還要糟 台灣有這麼窮嗎 我們的國民所得快要三萬美金 我們幾乎擠進去 全世界排名前二十大有錢的國家 每一位選手都發大紅包好了 一個月拿五萬 直接領到下一屆的奧運之前 也比不上蘇貞昌在上一次 三倍券用在宣傳上面的 1.2億更比不上統一發票出包所要付出的3.7億 就算是理清情義重 但看到寫著業者名號的毛巾 和六碗泡麵的禮包陣容 誰還能說蔡政府對國手真的有夠在乎 情深款款 記者吳俊瑋林沛傑 台北採訪報導 污沛很高興 污泡麵的禮包 勝財 口味 請 語 勝財 選